立法委員很多人提案說 那個黃安條款要改變 要修 說超過半年不住台灣 又沒有繳稅的人 健保會跳十六倍 每個月七百四十九塊 變一萬兩千塊 你怎麼看 公啊支持這個提案 政府的社會公平 這個有助健保財務穩定性 竟然得到二十五萬多票 拿到百分之五十二 說我支持提出更嚴格方案 不給納保或提高醫療費等方案 更加票數拿到二十萬 這兩個支持的 支持的九十三百 任俊兄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當然民調反映了 現在第一個是民眾的內心狀況 第二個我講一個最現實的例子 包含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包含電視機前面 包含到這個攝影師所有人 我們在健保的這個繳費的 集聚上面我們每個人都不一樣 因為台灣的這個健保制度 還滿特別的 它也不是社會保險 也不是社會福利 它有一種程度 它用了所謂稅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收入高的 通常繳得就多 而且不是你自己繳得多而已 你後面的跟著你的這個眷屬什麼的 其實通通都一起算進來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本來所繳的健保費 在國內你有合法繳稅的人 每個人繳就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所享受的健保的權利 是一模一樣的 我沒有因為我多繳一點點的健保費 我沒有因為多繳的補充保費 我可以多去買十個口罩 沒有 其實黃安 每天回來你看憲報 大家我覺得很生氣 是 其實人家都不做民調 不知道而已 因為他的嘴巴 一直處在秋天的狀態 很秋的 什麼東西就要說 就要說 包含劉樂妍那一些 一直在那邊講說 我告訴你 等到疫情結束 我就去參加五解疫金 你不用等到疫情結束 你早就可以參加 你都不參加 所以這就是民眾 在看待這件事情 我就講 健保怎麼樣 我們有很多東西當然可以討論 可是就公平的這件事 我們換你台灣 我六歲 我現在假六歲 我會抱怨 但是我還是叫 對於這一批人 他一天到晚跟你說 我去外國 套館多錢 我就跟你說 我賺了我自己開 我過來我就不要 我每個月七百幾塊 我就每次回來 就爽爽給你開閉 就活在秋天裡面 剛剛說就說這樣 活在秋天裡面 大家也當然越聽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他說賺幾千萬 結果加七百九六四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次 被討論到修法的 這個狀況是什麼 它不是不讓你用健保費 而是在你的那個狀況之下 好 那我給你調整健保費 這個當然有差別 譬如說我們台灣人 如果到其他國外去 到美國去 到日本 你沒有當地的健保 你要去看病 你是不是要賺很多 你剛才跟別人說 不好意思 你給我賺很多錢 你給我看病 收這麼多錢 你是不顧我的人權 沒有 各國還是會基於保護 他的醫療資源的狀態 這樣他也不要你濫用 為什麼台灣這邊 我們對於這一些人 你說有特例 有什麼 這個可以討論 可是對於這一批人 他長期以來享用這種狀況 而且回來還要一天到晚 秋來秋去的那一種 這個民調很簡單 它無關於政治立場 無關於黨派的一兩派 就認為說 這就是要處理 因為國內其實 在保費的這件事情上 它就不是一個 所有人繳同樣費用的一個狀況 晚間十點 盡情鎖定 正直到了 好 好 好